來 童姐 我們開始上課好不好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 今天我們最後一次要把羅馬書上完 應該是很興奮的時刻 我們終於可以把羅馬書上完了 很開心 我們繼續來看 上一次我們看到第十二課 我們看到第二大題的第二題 第二題我們講到說 從羅馬書十五章 從羅馬書十五章這邊 羅馬書十五章 三十節到三十三節 提到說保羅 保羅他是為哪些事情 他請求羅馬的弟兄姊妹 為哪一些事情來禱告 來禱告 我就是要提到說 上次我們從他的書信裡面 我們看見 保羅呢 其實保羅他從來沒有去到羅馬 他是寫信給羅馬的弟兄姊妹 他希望可以去羅馬 那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他們來到了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到了耶路撒冷就已經被捕了 所以他有兩年在 在蓋薩利亞有兩年在羅馬 之後在尼羅的手下 他就遇難 就受難 然後被砍頭 這樣為主殉道 上次我們就提到說保羅 當他前往耶路撒冷去的時候 雖然他知道前面有患難 從這個使徒行傳那邊我們看見 他知道 也有先知也跟他這樣子講 可是問題是保羅他仍然勇敢的 他仍然勇敢的 就是面對 雖然前面有危險 可是他仍然勇敢的面對 因為他知道說這是神的旨意 所以其實這是我們一個非常好的 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 是不是有聲音 好 好 沒關係 一點點小小的打岔 好 我們可以繼續 好 那 就是他即使知道前面有危險 可是他仍然繼續的往前 這是我們每一個跟隨主的人 我們都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勇氣跟表現 好 可是保羅他請羅馬的教會 為他祷告 就是他知道雖然有危險 可是這個時候他需要帶導 所以其實弟兄姐妹 常常為神的仆人禱告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 雖然有的時候其實保羅 事實上他在其他書信 他也常常提到說 請你們要為我 好 為我禱告 那所以我覺得說在這裡 我們再次的看見 其實為神仆人禱告的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們看見保羅他還提醒什麼 他請求為哪些事禱告 就是他期待那個奉獻 他們的捐款 好 可以得到悅納 而且他可以平安的抵達羅馬 好 這樣 好 那他祈求平安的神 好 平安的神 好 也賜福給羅馬的教會 這樣子 好 那我覺得一個裡面 內心有神 平安的人 他可以沒有恐懼的 面對人生的這些危險 就像保羅 雖然有許多的預言 好 許多的話語 好 讓他知道說前面有危險 艱難 但是我們看見他仍然就 這樣子的往前 而他能做的就是請弟兄姐妹帶導 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時候 我們在服侍的旅程 我們知道會有一些危險跟困難 我們所要做的不是逃避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請求帶導 去為他們祷告 好 求神保守各方面 好 那神就會做功 另外我們來到16章 好 今天我們 我們今天會稍微趕一點點 可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可以把它完成 好 這16章第一節到16節 我們就很清楚地看見 我們就很清楚地看見一件事情 好 就是保羅一開始他就舉見 他說我向你們推薦我的姊妹菲比 好 一個 這個菲比他其實是教會的一個女職士 好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在當時 其實是非常的普遍 好 那就是有的時候 不管是一個人他去到新的城市 或應徵一個工作 那有時候會請一個熟悉 比較認識他的人 好 熟悉他的人寫一個證明信 來證明他的品德 他的能力 好 那所以菲比就是這樣子 保羅寫信介紹菲比 好 就是給這個羅馬教會 好 那菲比是來自監格里 好 那那個是哥林多的一個港口 那菲比他被稱為女職士 他在教會裡面是專門做一些婦女的工作 好 那所以我們也看見 好 在就是婦女的工作在教會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初代的教會 不管是探訪病人 或者把食物送給窮人 好 我們都可以看見 好 我們都可以看見 婦女在教會的服飾 好 其實是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所以保羅他要求羅馬教會說 你們要接待他 要合乎聖徒的體統 好 這樣子來接待這個神的仆人 好 他就是為 就是為菲比來做這個舉薦 這個推薦 可是從第三節開始 你從16章 也許一般我們這樣看 我們覺得 16章其實沒有什麼 好多人名 可是在裡面確實我們看見 保羅他的服飾的一個態度 或者說你看 第二題他提到說 那保羅 保羅他對這些羅馬信徒的描述 有什麼樣的意義 代表什麼意義呢 好 其實從第三節到16節 你會看見 保羅講到說 這些人 這些羅馬 他當然提名 他提幾個人的名字 可是他講到這些人 是講到說 他們是在主裡跟我一起同工的 那也講到 有的人呢 為我的命 把個人的這個 就是生死 就是割在 就是 甚至不顧自己的生死 好 那另外呢 保羅也提到說 其中有的人就是為了 為主 就是多受勞苦 為主這樣子 付上代價 那有些人他們在家裡有開教會 就是接待一些人在家裡聚會 另外有的人就是 與保羅一起坐姦 就說 就是坐牢 坐牢這樣受苦 那 那他提到羅馬信徒 他就有一些 他也提到說 經過這些試驗 好 這些信徒 他們可以很勇敢地面對這些 逼迫傳扬福音 那 我再細一點講 其實就是 就是他就講了這幾個特質 好 那 就有這些意義 好 就跟我們來分享 可是其中一開始 他提到百姬拉跟亞居拉 好 這一對夫婦 他們是一對夫婦 好 那 如果你讀史徒行傳 你就會發現 他們其實是保羅非常重要的一對夫婦同工 好 他們跟保羅一樣 他們都是以肢帳篷為業 好 肢帳篷為業 好 保羅有一段時間是跟這一對夫婦 好 我們一起 一起做 一起住的 好 我是看到弟兄姐妹 我鼓勵大家盡量往前做 所以我們後面不會用曼子隔起來 可是今天鼓勵大家盡量往前做 這樣會覺得比較集中一點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就講到百姬拉跟亞居拉 那這一對夫婦他們 其實 保羅為什麼覺得他們是非常的重要 是保羅非常重要的一對夫婦同工 其中有幾個事情幾個特點我們可以看見 比方 從聖經裡面我們知道有一個人他很會講聖經 這個人叫做亞波羅 亞波羅他來到以福所非常會講 可是問題是他沒有把握住整個 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你看這一對夫婦 百姬拉跟亞居拉就邀請他們來我們家吃飯 好 吃飯 那透過吃飯他們給亞波羅友誼 好 而且教導他信仰 好 信仰的這些真理 所以我們看見這對夫婦他們擁有一顆真誠的心 而且他們願意開放他們的家 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時候開放家庭是很不容易的 有時候你知道開放家庭意味著你要把家裡整理好 或者他們離開的時候你要把家裡清潔好 好 那意味著是有的時候你需要願意被打擾 好 可是我們看見這對夫婦 他們願意他們就是把他們的家 好 就是願意這樣子來打開 好 為著神的工作 後來我們看見從哥林多前書16章那邊知道 在哥林多 就是在那個時候沒有教堂的情況裡面 他們就打開家庭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就開始有家庭的家中的聚會 可是亞居拉跟白基拉這對夫婦他們所過的生活是一個 比較是有點遷移不定的一個生活 怎麼說他們 如果你從聖經裡面你會發現 他們其實是先住在羅馬 後來又住在哥林多到以弗所 是在以弗所這個地方遇到亞波羅的 然後又回到羅馬又到以弗所 當我看這個 當我研讀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哎呀 這個不就是我們的368嗎 當我們期待說教會有一天我們可以去368 我們可以傳揚福音在台灣的每一個城鎮的時候 我就想到牧師就提到說 我們其實可以拆派有同工或弟兄姐妹他們 有這樣的一個護照的時候 那他們也許在一個地方 也許住個半年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地方 或者再回到基地 再回到就是本地這樣子 然後也許另外一個時間 再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兼顧他們 然後認識一些人 傳揚福音 然後在那裡設立 也許設立教堂 設立教會 從家庭開始等等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不就是百基拉跟亞居拉他們所做的嗎 你看他們一個地方 換一個地方 又回到他們本來的一個基地 所以我覺得其實很好 他們無論在哪裡 我們都看見這對夫婦 他們的家 是很快就成為一個基督徒團契的地方 跟敬拜主的一個中心 所以這對夫婦對保羅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中心的同工 所以保羅在這裡特別的問他們的安 問他們的安 可是從第五節到十一節 其實他也提到好多人 在這一章裡面其實事實上 有二十四個人名 可是有兩件事是很有趣的 二十四個人當中有六個是女性 在當時重男輕女的文化當中 我們看見保羅沒有這個問題 保羅沒有這個問題 那保羅他是非常重視父女 重視姐妹在教會裡面的服飾 事實上很多時候 我也相信按照正常的狀況 神應該是要興起弟兄的 可是很多時候 那有的時候 我覺得 當弟兄沒有起來的時候 神也會興起姐妹 但是 所以你從舊約開始你看見 事實上在舊約裡面 很多先知都是弟兄 可是也有底波拉被興起 所以其實從舊約開始 我們看見神其實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說比較親視女性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應該是這樣 當然我們應該禱告 每個弟兄應該更多的起來 起來要扛台約會 可是姐妹也不要小看自己 覺得我們是姐妹 我們都是在幕後的 我們都是 我覺得重點是 重點是 神沒有親看我們 我們也不要親看我們自己 那只是說 我提到說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說 在那個時代 重男輕女的一個環境當中 可是我們卻看見保羅 其實他是很放膽的 包括剛剛我們提到說 菲比 這個女職士 他也是推薦 他就覺得 這個菲比他做得非常的好 你們要按著合乎聖徒的 這樣的一個禮儀 這樣子來接待他 所以我們就看見保羅的心胸 其實是很大的 很大的 這樣子 可是在這24個人當中 其中有13個人 在當時其實 在羅馬的皇宮貴族 我們說的貴族皇宮室內 其實他們的名字 也都在一些文獻裡面 也代表說 在蠻早的時候 那個福音其實就已經傳到 就已經傳到這些 比較我們說的金字塔頂端的 這些人裡面 所以其實這是比較有趣的 在這裡面 我們稍微提到 只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沒有再提那麼細 所以我覺得福音 福音不只是要傳給窮人 其實我也認為說 有一些 雖然財主進天國是難的 可是我們人就要盡我們所能的 傳給這些 也許是在 在人看 也許他們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 可是他們一樣 如果沒有得救 其實他們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們一樣需要耶穌 我們千萬不要遇到原先 也許他們身分地位比較高 我們就覺得我們就不敢把福音傳給他們 我們覺得他們一定不會信 他們生活過得比我們還好 其實不 如果沒有耶穌 其實人的心一樣是非常的虛空的 這是我們需要了解 所以很快我們再來看 從17節 17節到27節 就是到 就是我們看的第四大題 這裡有一些警告問安跟送贊 這裡提到說保羅說要警告 警告教會要防備怎麼樣的人 他們的特徵是什麼 那保羅的期許跟安慰是什麼 那保羅提到有 教會要防備兩種人 一個叫做 一個就是離間信徒的人 挑撥離間的人 他們所講的跟真理不合 另外一個就是服侍自己度負的人 就是誘惑那些老實人 所以保羅期許 所以信徒 我們這些弟兄姐妹要能夠分別善惡 而且他知道說主提醒我們說 有一天主很快要再來會践踏魔鬼 所以其實我們要留意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覺得在這裡我們看見保羅其實他是 很不容易結束這一卷書信 事實上羅馬書從第一章到第16章 我們常講說羅馬書他本身 他其實是一卷比較難 比較難難懂的一個書信 可是他裡面講到很多關於教會的倫理 講到一些我們信仰的一些根基 所以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卷書 那來到了末了 我們再次看見保羅語重心長的 來告訴這些羅馬的基督徒 要保守自己 不要受到這些不好的影響 他提到這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離間 就是挑撥離間的人 講到說有一些人在弟兄當中 在教會裡面挑撥是非 那有的人就喜歡就是欣風作浪 那喜歡散播那些增進的種子 那些毒害的種子在人的裡面 造成增進 好像牧師比較重看那個人 好像牧師覺得你比較不重要 好像牧師都不對你笑 好像那個小組長很親看你 其實你比那個團企主席優秀太多了 牧師真是沒有眼睛啊 有的時候你知道講這些話 就會讓人心裡有一個感覺就 對我這麼優秀 怎麼都沒有人注意到我呢 對啊一定是 那個人對他比較 他都有送禮物給那個主長 那個主席 所以他都被重用 有的時候就要留意這樣的人 如果你周圍有一些人 他們就是有時候會有這樣的一個挑撥是非 或者造成弟兄姊妹之間那個增進 那我覺得你應該起來拒絕 或者你就直接跟他講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個 好我不喜歡聽這個 我也不要聽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 因為教會是這樣 一樣的心一樣的意 才可以結出一樣的果子來 那神有一個仇敵叫做魔鬼 魔鬼其實他就是在教會裡面 興風作浪的一個根源 所以你怎麼認出魔鬼的作為 就是只要有魔鬼在的地方 一定會帶來混亂 那所以我們自己要非常的清楚 就千萬不要自己成為那個被毒害的一個人 你要知道為什麼有的人喜歡跟你講這些是非呢 那你就要留意 是不是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來跟我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可能是一個在教會中 我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大家都來跟我講 有可能不是 也有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人比較喜歡聽是非 所以都來找你講 那所以我們應該留意這樣的部分 就是不要成為那個被毒害的一個人 當然我們自己也不要成為那個挑撥是非的 散播謠言的這樣的一個人 另外保羅提到要留意第二種人 那他剛剛講說那一離間 你們是叫你們跌倒被呼所學之道 他說要躲避他們 也就是說如果有這樣的人 他們總是在那邊離間啊 講那些很負面很不好的 那其實保羅這邊說躲避他們 有的時候你說我要跟他交通 我要引導他 讓他們可以明白 不要再講這些 聽說姐妹我是覺得很難 在我自己的墓會經歷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有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狀況大概只有墓子可以處理 比較容易處理 可是聽說姐妹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散 就只有躲避 因為你聽久了這些東西會在你裡面發酵 其實對你不會是一個祝福 就是所種的在你裡面是好的種子 它就會結出美好的果實 可是如果說你老是聽那些是是非非 其實對你真的都不會是一個祝福 另外呢保羅在提到說 提醒他們說另外要防備 第二種人就是服侍自己度負的人 就是那些誘惑老實人 這裡講說那些只服侍自己的度負 用花言巧語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也就是說有的人呢 他們會在別人的面前 會放下那些阻礙 那那些阻礙就是你會使別人更難成為基督徒 所以這個要留意 這些人的行為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榜樣 那有一些時候你甚至會 會使人就是對這個信仰 對上帝有一點點好像覺得不太想相信 這是為什麼我們常說 有的時候如果你家中有人還沒有信主 或者你的朋友還沒有信主 請你千萬不要把你小組裡面發生的事情 或者說你在教會 教會當然不完全 聽說姐妹 只要有人的地方 其實都不會是一個完全的地方 只有我們的神是完全的 可是如果說你常常把這些是是非非 跟你的沒有得救的太太講 跟你那些還沒有信主的同學講 然後PO在FB講 我跟你說你這些 你就是像保羅說的 你在這些人面前你放下一個石頭 放下一個攔阻 而主說任何人使最小的一個小子 一個人跌倒 保羅說這個是很嚴重 那你不如把這個人好像就是丟到海裡去好了 所以其實神也很在意這樣的事 我們要留意 就是特別我們面對那些還沒有信主的人 當然我在說 我真的不是說好像說我們覺得 教會都是很完美 不 因為教會跟世界唯一的不同 就是我們只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有些世人是也許他們還沒有認識主 所以他們可能還在一些迷惑當中 那他們走自己的道路 所以我們也不親看他們 但是我會覺得說 有的時候我們確實我們所看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角度 你都只是看一面 那你立刻就去宣揚 其實那個就是比較不好的 那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是會覺得說 我們在組裡如果是比較成熟 那一定要留意 我自己有幾次 我聽見這樣的一個例子 有的太太 他有時候在小組裡面遇到一些不太快樂的事情 然後他回家都會跟他先生講講講 我就說 你先生都還沒有得救 你講這些我覺得不好 也不是很有智慧 這樣子其實你只是會半導 他說不會啊 我們附近我們什麼都講啊 可是果然有一天他們吵架了 他先生說 像你們那種小組 我絕對都不會去的 好 用這邊你了解嗎 是什麼 使這個先生他覺得 我絕對不會去你們小組 就是你所講的話 讓他感覺到 你們小組 你都沒有常常跟他講說 我們小組有人生孩子的時候 我們組長怎麼樣的煮雞湯 怎麼樣的探訪 怎麼樣的禱告 幫助他們 你都沒有講這些正面 你總是講那些負面 當然有時候人是這樣 人也喜歡聽這些負面 但是我會覺得說 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留意這件事情 就像我自己提跟 弟兄姐妹提過的 其實我自己是從來不會跟我的家人 或者說那些木道朋友們 我講到教會的這些是是非非 因為事實上 我覺得你講這個 你不會幫助一個人 而事實上 人都是從不完全到完全 他們會成長 他們會改變 所以其實我是比較覺得說 在這一方面 我們需要留意 自己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也不要 如果有人 他放一個攔阻在你的前面 跟你講 這有的沒有 你一定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人都是不完全的 你不要因為這樣 被辦到基督教跟世界人都一樣 不是啦 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是 我們自己要比較剛強 十八節講到一個字是很有意思 剛剛我們講到說 就是你要留意 留意那些 只是服侍自己的肚腹 用花言巧語 這個花言巧語 誘惑那些老實人的心 花言巧語 希臘人他們解釋是這樣說 講到說一個人他講話很好聽 可是他的行為不好 行為很凶惡 那也就是我們需要留意 我們需要留意 有一些人呢 他們也許不是直接的攻擊 可是他們是採取一些比較 鬼詐的方式 比較鬼詐的方式 來引導別人走在錯誤的信仰上面 所以其實這樣做是在破壞信仰 比方像東方閃電 東方閃電就是這樣 看起來好像都是基督徒 我們都帶十字架這樣子 都是講這組內是弟兄姊妹 可是事實上 其實我們就知道說 裡面的教義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要非常留意 當然還有比方說 耶和華見證人其實也是這樣 雖然有時候他們說 後面也讀聖經 可是其實我們知道 裡面的教義其實是很非常非常的偏差 他們當然會很積極的來探訪你 送你一個守望台的一個雜誌 什麼非常的殷勤 如果你不聽他就找他的小組長來跟你講 再不聽再請更高領袖來跟你講 這樣 有的時候你真的覺得你會抓狂 最好的情況一開始就說 其實我覺得就是逃避 拒絕 不用說都是認識一下 明白一下這個信仰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我們 就是要小心留意保守我們的心 否則這些花言巧語 說話很好聽 可是他特別是在我們的信仰 還不是我們對聖經 不是那麼全面性的了解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被誤導 就很容易被誤導 那這樣就不好了 十九節講到說 保羅提醒說 我願意你們在散上聰明 在惡上愚濁 這個惡上愚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個愚濁跟聰明是相對的 是相對的 可是這個在希臘文的意思是說 這個愚濁是想要說 你不摻雜 沒有任何的雜質 或者說那個酒跟牛奶裡面 不加入任何的水 那個意思是什麼 就講到你 你的裡面的生命 其實是那樣的一個沒有雜質 那樣的一個純潔 講到說基督徒是一個沒有疑問 而且是一個完全真誠的人 所以這就保羅說 我希望你們是成為這樣的人 一個沒有疑惑 而且是完全真誠 就是沒有摻雜 所以今天我們一定要留意 讓我們其實活在純潔的裡面 就是說什麼事情會影響你 不是那麼的純潔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 就是你不需要去了解夜店的生活 或者有些世界的文化 可是我這樣講並不代表說 好像我們活得很愚笨 其實當然不是 就是有些事情你 就是我覺得你不一定需要說 我一定要 我要去了解這些部分 我才知道怎麼樣傳福音 給這些夜店的人 或者給這些酗酒的人 所以說不需要 你只要帶著耶穌的愛給他們 那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關懷他們 我覺得他們的心都會受感動 那在這一段結束的時候 在二十節這邊 我覺得蠻好的 保羅提到一件事說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 撒旦践踏在你們腳下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藏 和你們同在 那在這裡呢 在這裡提到說 他講到說上帝的平安 賜平安的神要打敗 要打倒這個撒旦 跟罪惡的權勢 你會發現上帝的平安 在這裡講的乃是一個 行動的平安跟勝利的平安 打倒 他講到上帝賜平安的神 要摧毀 要打倒撒旦 還有那個罪惡的權勢 所以我們常常以為 平安就是都沒有事 都沒有事 其實有一種平安 是比較容易被誤解的 就是我們就是 事實上我覺得 那是一個逃避問題 我不要碰我 平安保持中立 或者我們就覺得 按兵不動 看起來都很平安 很平靜 可是我發現 聖經上的平安 從來不是 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平安 常常是在爭戰之後 所帶出來的平安 那不是說 一個投順世界的平安 而是得勝世界的平安 所以其實 如果你渴望有平安 弟兄姐妹 有時候爭戰是免不了 在你的職場 在你的侍奉上面 有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你不要逃避 你不要覺得說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那樣 其實不需要想這些 我的意思說 有的時候 如果神允許一些事情發生 我們就面對 然後我們就禱告 我們要一起經歷神的得勝 只有得勝 爭戰之後 那個所帶出來的平安 我們稱之為 那是一個勝利的平安 而且那是從神來的平安 所以我覺得 當我們期待神給我們平安 即使你現在 在一個爭戰裡面 你也不要覺得 你好像失去那個平安 而是在所有爭戰當中 弟兄姐妹 不要失去心中的平安 要知道 主我們的神 他在我們裡面 他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他作者為王 而且他為我們爭戰 他定義 要把平安給我們 就像我們這兩天 所讀的經文講到說 神要賜給我們 示盡平安 而且神要用上好的麥子 使我們得到滿足 所以其實我們要相信 神喜歡賜給我們平安 所以我們要常常 為著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環境 不斷地宣告平安 宣告平安 好 最後呢 在21節到24節這裡 保羅提到幾位同工 有什麼意義呢 有什麼意義嗎 在這裡提到第二題 有什麼意義嗎 好 那在21節到24節 好 保羅提到了好多同工 有講到提摩泰啦 或者路求耶孫 索西巴德啊 好 那還有這個德丟 好 那還有這個管銀庫的 以拉都 擴土這樣 好 那為什麼保羅要特別提到這些同工 其實乃是講到說保羅他不親看同工 而且在這裡給我們看到一個好的 好的一個學習 就是保羅提名耶 好 保羅提名稱讚他們 好 我自己是覺得 你會發現很特殊的狀況 好 保羅 保羅會提醒他們 不要像那個有阿爹啊 他們兩個女人在那邊吵來吵去 他覺得他也會提醒 會據名獎 可是很多時候 我發現保羅他提一個名字 通常都是比較是稱讚的 比方在這裡我們就看見他講到提摩泰 你知道提摩泰是保羅的接班人 好 那提摩泰也是保羅的左右手 是保羅心中的繼承人 他是最最最最知道保羅心意的人 所以呢保羅再次的提醒他 好 就是稱讚他 在這裡問安的時候 也再次的提他的名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提摩泰真的有非常好的一個學習 其實要做保羅的接班人真的是不容易 好 你知道保羅是一個怎麼樣一個偉大的一個使徒 好 可是我相信提摩泰在他旁邊一定有很好的學習 好 那所以呢保羅覺得 就是知道即使他離世 他可以把這個工作 好 就是可以傳給這個年輕人這樣子 他也可以很放心 另外他提到路球 路球是誰呢 好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個是在出現在使徒行傳十三章 在使徒行傳十三章裡面 第一次提到就是講到路球 路球這個人就是那個時候他們在安提阿 好 那路球他是安提阿教會的先知跟教師 他也是最先拆派保羅跟巴拿巴開始宣教旅途的人 好 所以你看在十三章第一節說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河稱呼尼杰的西面鼓勵耐人路球 好 所以在當時拆派保羅跟巴拿巴其中 這個拆派團隊 好 其中有一個人其實就叫做路球 所以在這裡保羅也問他的安 另外他講到耶孫 耶孫是誰啊 耶孫 你知道在鐵撒盧尼迦 就是保羅去到這裡的時候呢 不是就有些報名嗎 那是在使徒行傳十七章那裡 講到說這些報名 哇就覺得保羅來了 好他們就覺得那個攪亂天下的人來了 好這樣子 所以呢他們就 就是帶人 就是要來 就是要打 就是要 要來抓這個保羅 可是呢這個時候耶孫他接待了保羅 接待保羅住在他家裡面 第七節在使徒行傳十七章 第七節講到說耶孫就收留他 好 收羅保羅還有他的同伴這樣子 好 所以保羅在這裡你看他是一個感恩的人 他記得當我在危難當中 好這個耶孫他怎麼樣的收留我 幫助我 不讓我給這些報名給打死這樣子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再次看見這個領袖 他不是只是光顧著覺得 我要服飾要傳福音這些都很重要 好訓練接班人什麼都很重要 可是呢我看見 從這裡我看見他是一個感恩的人 就是他記得他在危難當中那些幫助他的人 他記得那些好像他也感念路求 你知道這些人當初其實保羅 因為保羅在當時我們記得他怎麼樣的逼迫基督徒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很防他的 可是我覺得你看路求他們真的是跟隨聖靈的人 他們覺得是聖靈的拆派 是聖靈就是要保羅跟巴拿巴開始這個宣教之路 所以他們就宣告出神的話來 好所以保羅這些都是非常感念 為什麼他覺得這些人信任我 信任我讓我們可以出去開始這樣來宣教 所以這些事你看保羅一個這麼偉大的一個使徒 這些事情他沒有說過了就過了 他都放在他的心裡這些幫助他的人 或者曾經祝福他的人 那這裡也提到索西巴德 索西巴德是誰 事實上索西巴德就是使徒行傳20章第4節講的 那個索巴特 他就是跟保羅一起拿奉獻去耶路撒冷的人 那在這裡他也再次的提名 你知道一個可以管奉獻的人 代表他是一定要是教會非常非常非常信任的人 所以我覺得索西巴德他的品德一定很好 所以保羅不可能一天都把錢都放在身上 可能索西巴德他們一起拿奉獻的時候 可能索西巴德就是管奉獻的 那所以呢他是一個有美好品德 這樣一個操守的人 那他在這裡也提到該遊 他講說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遊 問你們安 他講到該遊 那該遊其實就是保羅他在哥林多 教會施洗的兩個人中的一個 你記得在哥林多前書那邊提到保羅說 我蒙造不是為了施洗 那可是其中他施洗的一個其實就是該遊 另外呢很快他提到什麼呢 他提到德丢 德丢 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提到 就是說出保羅代彼者的姓名 插入他問話問安的話 這個德丢是幫 你知道保羅他特別到最後的時候 他的眼睛不好他有眼睛 眼睛的疾病 所以呢他會講 然後這個就有人幫他寫 幫他寫這樣子 那德丢是其中之一 事實上可能還有別人 可是呢在這裡我們看見 德丢在幫忙代彼的時候 最後他也提到他有問大家安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見一個偉大的人 在他的手下 其實常常有很多非常謙卑的人 我們稱之為幕後英雄 有很多幕後英雄來幫助這些領袖 讓這個領袖他可以更好地完成組的事工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保羅其他 他的代彼人他們沒有留下他的名字 那只有德丢 可是我們也 我們真的看見 就是一個領袖 他沒有辦法靠他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 所以所有教會的事工 每一個弟兄姐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缺一不可 所以呢 希望沒有任何一個人覺得說我們是不重要的 我們是好像是容易被輕忽的 其實我覺得只要我們有一個願意的心 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神來使用 那不管是來協助領袖 我們一起來 就是帶領神的家來往前 或者在一些不同領域的服飾 我再說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那在這裡還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保羅他一再用很簡單的句子 講到一個人的特點 比方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與我同工的提摩泰 那或者是誰啊 接待我的誰誰誰 可是在24節你會發現他講到說 有兩個人就是管迎庫的以拉都 跟兄弟闊土管迎庫的 我寫到這裡我就想到說 弟兄姐妹其實 會不會有一天 如果有人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我們 那句話會是什麼呢 好但我就想到說 當然講到摩西 他們怎麼形容摩西啊 他們叫摩西是什麼 神人摩西對不對 好然後呢 論到亞伯拉罕 他們說亞伯拉罕是什麼 是神的朋友對不對 大衛呢 是合神心意的 合神心意的大衛 然後論到哥利亞呢 兩個字 巨人哥利亞對不對 那個約拿我們稱他 不順服的先知這樣子 他將來那個巴蘭 貪婪的巴蘭 貪心的巴蘭 將來誰 如果不管是你自己 或者別人想到你 人家會怎麼稱你呢 用什麼話 一句話 如果要一句話來形容你 你希望別人怎麼樣形容你呢 代導勇士某某某 還是說你希望 你自己怎麼形容你自己 或者有一天 你在你的悲文上面 好 你想寫什麼呢 好 那這是我們可以 可以 有機會可以思考的 可是最後我要提到 25到27節 好 我們看見保羅他用送贊來結束 來結束 來結束 那有幾個重點 好在這裡提到說 保羅的送贊幾乎 包含 含瓜子整個救恩 有哪些重點 好這是我們最後我們要提到的 好 那保羅他提到從25節到27節 他提到這個福音可以使人站穩 好 他說這個福音是可以兼顧你們的心 使人站穩 福音是一個力量 好 這個世界雖然是非常的動盪不安 好 那雖然有時候我們會有些試探 有些攻擊 有時候會有些 逼迫臨到我們 好 可是呢有時候讓我們幾乎覺得 我們都快投降了 好 生活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危險 可是我覺得福音它就是神拯救的大能 好 在不管在怎麼樣一個惡劣的情況裡面 我們看見 我們看見 好這個 人倚靠福音都有能力 我們再一次的站起來 好 不管你經過什麼 好 在一切患難當中 你只要抓住福音 福音是拯救我們的力量 福音就是耶穌 福音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耶穌為我們來到世上 神把這個救恩給我們 我們只要呼求主 我們就可以得到拯救 好 我們就可以得到拯救 所以呢 福音使人可以站立的穩 不管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不要覺得你完了 你垮了 你快死了 你要相信 你可以 你可以靠主站立的穩 而且這個福音 保羅說什麼 這個福音是保羅所傳的 好 而且是耶穌基督所赐的 講到福音的源頭是出於基督 好 可是福音的源頭是出於基督 可是福音的傳遞 確實需要靠你跟我 好 那沒有耶穌就沒有福音 可是沒有人傳福音 就沒有人可以聽見福音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福音是一個大使命 弟兄姐妹再艱難 也許你覺得你每次傳福音 你都會被人家笑 每一次你傳福音 你都覺得好像有時候不好意思 或者有時候你就覺得說 有一些尷尬 我們的個性 我記得有一次我聽見一個弟兄講到說 他每次那一張福音單張 他要給工地的給他的同事 那個邀請卡 他覺得他就是拿不出去 隔了好久還是收回去這樣子 那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 你知道不會每個人都接受福音 那是事實 我們從前面我們所讀的 羅馬書那邊我們知道 總是有人會抵擋福音 可是總是有人會接受福音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是要 能夠盡我們所能的邀請 邀請人這樣 禮拜天在惠美他帶好多他的朋友 有的是他的親人 有的是才來他店裡第一次的 那就問人家跟人家做朋友 怎麼樣 你要不要來教會 你相信什麼 基督教那剛好來我們教會 什麼這樣 那一天其中有兩個都是 其中有一個是到他店裡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個他所邀來的 那我再邀一個朋友來陪他 這樣子 就兩個就是 就一起來這樣 所以有時候你要邀邀看 不一定每個人都來 可是也不見得每個人都不要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的時候都很難講 我想到矮尊的得救也是這樣子 那時候在萬方醫院 有個老媽媽就在萬方醫院面前 就是發單章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拿 可是有人拿了 有人得救了 而且在教會成為柱子 不是很好嗎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要試試看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們有傳福音的恩賜 傳福音不是恩賜的問題 傳福音是責任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你我 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責任 保羅說我若傳福音 其實我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我若傳我為我賞賜 我不傳我就有禍了 所以其實福音是需要有人傳 那我們真的要透過福音 來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改變一個人的世界 你一定要相信 真的很多人他們都沒有聽過福音 所以你也需要傳揚福音 而且你需要放膽的傳揚福音 找各樣的機會 那就是把耶穌給傳揚出去這樣子 那這就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就像安德烈 安德烈當他遇見主以後 他得救以後 他第一個他就找他哥哥西門 然後跟他說我遇見彌赛亞 然後把他哥哥也帶來認識耶穌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安德烈 把人帶到神的面前 另外這個福音乃是歷史的完成 在我們所提到的這個25到27節 講到說這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那提到說事實上 各位姐妹耶穌來到世界的時候 他就發生了一個獨特的事 就是永恆侵入時間 好 本來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時間的觀念 各位姐妹我們有這個時間 我們的神是沒有時間 他是永恆 永恆就是永恆 你知道對我們的主來講 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可是耶穌我們的主來了以後 你知道人類的時間 開始以主前主後來劃分 所以其實這個福音是歷史的完成 為什麼我們講歷史 歷史講到過去 為什麼我們講過去 我講的過去是因為以耶穌的降世 我們開始講到之前主前 以前幾年主後 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是主後2016年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讓我們看見 自從耶穌降臨以後 生命世界其實完全都改變了 好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這個福音 不管是過去現在都意味是為著每一個人 好 那從羅馬書我們看見 這個福音他不只講到為著猶太人 他也為著外邦人 好 那為著 那你知道很多先知 他們讀舊月的時候 你有先知書 他們在講道書 他們講很多的預言 到那日就怎麼樣 到那日 其實到那日常常講的就是現在 好 教會的時代 就是現在這個日子 好 那只不過呢 好 那個時候先知他們只是在 在這樣的聖靈的一個感動裡面 他們就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 有時候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自己在講什麼 比方有些先知講到說 有一天認識神的知識 要充滿遍地 好像水充滿洋海一樣 聽說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時刻 有一天一定會來到 只是當先知他們 他們在預言的時候 其實他們並不知道 好 這樣的一個時刻 是什麼時候來到 可是呢 在神的旨意裡面 在神所命定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時刻 透過福音 其實要臨到 好 臨到每一個人 所以福音是為著全人類 是為著每一個人 而這個福音的結果 是產生一個順服的世界 哪裡有上帝 上帝就是我們的世界 就是我們的王 講的是什麼呢 你知道如果沒有耶穌 如果沒有神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的主 我們都是我們自己的王 我們非常的本位主義 我們想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可是問題是自從耶穌來了 自從我們接受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我們就決定我們的一生 要順服耶穌 我們過往 我們可能我們會 就是隨便過我們的生活 殺人放火 或者說有一些 就是活在非常老我的 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 可是問題是當耶穌來 我們就願意把老我 我們的驕傲 我們的自私 我們的軟弱 都把它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就願意主 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主我願意跟隨你的道路行 聽到你們這樣一個順服的力量 其實是建造在信仰 而這個信仰是建造在福音 我們是因著愛而順服 來順服神 所以對保羅來講 他看見基督徒 我們不是一群沒有力量反抗的人 我們不是一群好像沒有意志的人 沒有想法的 我們有我們的想法 可是為了耶穌 為了愛主的緣故 我們願意放下我們的想法 如果主要我們這樣子做 主要我們放下工作 主要我們去到這裡 我們就願意去到這裡 所以其實神的愛 是完全表現在耶穌基督身上 所以我們看見說保羅他在這裡 所以你看27節我們一起來讀 來讀好不好 他以讚美的詩歌來作為結束 我們一起來讀27節來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獨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遠 阿門再一次好不好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於獨一全治的神 直到永遠 阿門 好 那所以其實最後一章其實比較瑣碎 好 就講到很多他的問安 一些人名 那我們也講到一些他們的故事 也講到一些保羅他服侍的態度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 我們已經花了至少三十幾次 快四十次的時間 我們講到關於羅馬書 那我們今天就要結束在這裡 未來兩週我們會請到張醫師姐妹 來跟我們講兩個專題 好 那相信一樣 對我們都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那之後我們會開始進入菲利比書的研討 研讀也會為大家預備我們的講義 神祝福大家